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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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苡芳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古典吉他相关大小事 不知道大家在听演奏会的时候 会不会很羡慕有一些人的手 就是可以在吉他上动得飞快呢? 然后发现自己花了很多时间练习 但却没有办法得到相对应的成长跟进步 大家请不用灰心 那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练习的方法 不是很全面 所以今天就要为大家来介绍 所谓的speed burst 也就是速度爆裂的提升的感觉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练习 跟怎么样来解释呢 我们先从右手的空旋音开始 基本上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让我们的手 在动快的时候 还有慢的时候 肌肉的运作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每一次总是打开节拍器 用相同的速度在练习 它并没有办法可以获得很有效率的练习 所以这个速度爆爆的练法呢 我们可以先从 比如说空旋 然后就要快以备 所以是利用速度的慢跟快的交错 来达到我们肌肉瞬间的运作 然后如果你想要再更加强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吉他的断奏的弹法 断奏呢在吉他上 也就是说例如说你用十指弹 I指弹 立刻用中指M指去消音 这个弹完立刻去消音 这个就是断奏 那因为断奏也是会要求我们的右手一弹完之后 另外一只手指头马上要回到同一条旋上去 所以这个样子也可以练到我们右手的速度 所以假设我今天先用节拍器开100 我先弹没有断奏的 我弹第三弦空弦 当然这速度就变成你可以弹多快 你就要设定多快 但是一定是一慢一快 那我们再一次加上断奏 一二三四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概念 我们要改变节奏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练习呢 最常用的方法是在音阶里面运用到这个原理 今天为了方便讲解 我们先只用 第五把位C大调音阶 来做示范 为什么不弹别的呢 是因为手指头 如果要再移动把位的时候 会有别的议题要处理 所以我们先单纯的用这个 那在做这个节奏的变化 最常见的 就是遇到很难弹的地方的时候 我一定会要的学生先连负点 所以我们可以先试 我们连续弹三次 第一次就是规律的八分音符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就把它变成负点 第三次就是反负点 二三次 负点 三次 反负点 因此在这样的节奏变化里面 我们的手就必须要 叹叹叹叹叹叹叹 就可以练那个瞬间爆发的感觉 那另外一种练法呢 是把刚刚一样 刚刚的音阶 刚刚是把每一个切成两个嘛 你可以把它切成 长长长短短 就是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这样子 一二三四 或者是短短长 无论是哪一种节奏变化 就是在规律之中 就算这边这个乐段 它可能全部都是规律的16分音符 我们也要把它变成负点的节奏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专注的 在我们的右手 你会发现突然就变得非常难弹 所以你在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刚刚的那个难度 就会很明显的降低 那另外一个呢 有关于提升速度的方法 就是超越自己的极限 那我这边自己稍微示范一下 因为我没有特别暖手 所以我就先假设 我用120 我在这120的速度里面 每一拍才四个16分音符 哒哒哒哒哒 这样子 我先反复个几次 我听起来大概在我没有暖指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假设你卡在某一个� etcetera 上不去的时候 并不是加一加一慢慢的练 所以我看我现在选一个 我一定弹不到的速度 在我暖指之前 我一定没有办法打到数就是150 所以我一定会跟不上 这是一定的 我一定跟不上 别人可能可以 听得出来还是有点勉强 我再弹个几次 好 所以经过这样的测试之后 我再回到刚刚的120 其实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你的掌控力比刚刚的120 要来的好很多 那最后在这边想跟大家强调的是 吉他音阶能够弹多快 或者是说当我们要弹快的时候 还有别的因素要考虑 例如说右手有没有跨弦 可以参考之前做的有关于跨弦的影片 还有右手执法的安排 还有左手有没有换把位 或者是执法的相对应 或者是双手也就是我们的右手跟左手 有没有完全同步 这些都会影响到音阶的速度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音阶的速度能快当然是很好 但是快并不代表技巧好 我们音阶如果要弹快 纯粹是因为这首曲子这个地方需要 所以我们把它练快 并不是你能弹多快 技巧就代表越好 而是技巧音阶的快速呢 是为了要服务音乐的本质 所以希望大家在追求速度的同时 其实别忘了追求音乐 尤其对吉他而言 就是更重要 更专心的聆听 才是能把其他音乐弹好 最重要的关键哦 那么今天有关于速度如何提升 speed burst这个技巧 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欢迎大家打开节拍器 练练看咯 我是一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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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